蜜蜜 蜜蜜 我们今天在社会上看到的大部分都是人蜜的 你自己意识上下信号说我们不要吃 不是无尾蜜蜜 人蜜蜜蜜呢 它会造成我们脾胃的伤害 如果是蜜太长时间 你的胃的那个黏膜会被磨死 那么甚至得这个厌尸症 最后接着身体就衰弱了 然后真正的我们这个胃的这个鼻骨 你一定要连通那个95% 我们从食物中来获得的实际上 只是你人体需要的那个5% 普通人怎么获取这95%的这个能量 高度的睡眠 从某种意义来讲睡眠比吃饭太重要 比较有精神 有一天我36个小时没有睡觉 只睡半小时一个小时这样 连这几天睡两小时四小时这样 还比之前没有那么累了 想帮的时候 不想吃 没有饥饿感 精神好 就是我们修炼 你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 高度估计 根本就不需要睡几个小时 刚才我们的同情已经变下了 他在36个小时里面 甚至只睡了几个钟头 但他精神还比之前还好 这是一种奇迹 这个通常需要很多年的修炼 你才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 那么不得不睡觉 还可以轻轻地在那生活 我们鼻骨不是为了瘦身 瘦身是副产品 你会减肥 瘦身 褲子会变得越来越瘦 年轻的会变漂亮 漂亮的会变得起 今天早上凉了 原本我是八十伤 今天早上一凉 哇 才七十伤 受了十分继续 鼻骨不是为了治病 治病是副产品 本身呢我是有孝床 还有那个高颠症 这次去奥助治理 也是很意外 很奇怪 没有头痛 也没有孝床 为了什么 为了调整自己 五脏六腑 不吃饭的时候 就是半个神仙 因为神仙不是人间烟火 德国的这个 师姐妹 两年没有吃了 他只是饿了 连那么一粒化生米 一点点 一天就吃那么几粒化生米 吃一点点水果 他还可以讲课 不是说两年不吃 他就躺在病床上等死了 他还可以讲课 还可以做服务 还可以当医生 他是一个医生 很著名的德国医生 重点就是屁股 因为我从来没有屁股 最感恩的就是 根本就不辛苦 也不觉得 精神蛮充足 但是我觉得 其实是真的 输果很大 病毒七天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 吃也可以活 吃两粒化生米而已 我不吃多 可是到最后的手法 就觉得 香蕉整条 对我来说还蛮多的 之前我是一个不可以不吃的人 还有我是一个 借不到咖啡的人 来诊断鼻骨 清洁楼梦和桃鱼杯 三年前 如果你跟我说叫我屁股 简直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有十二指肠溃疡很多年了 我对吃饭要很注重的 也不可以吃 就那个胃会造反 会让我很辛苦 在这个屁股的时候呢 不但没有吃饭 整个过程 我的胃都还很好 精神也很好 这个辣湾吃饭 鼻骨没有吃过鼻骨 它管家不可以抽烟 我抽了几十年的烟 其实三十多年 这个鼻骨 我也是成功没有去吃 整个烟瘾都没有 我只是很自然的 已经没有这个可以 所以大家要知道 不是不可能 通过鼻骨 知道 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这是有招 大家要好好练